史上最real的政治人物 我珍惜喔 那洗完澡要準備睡覺之後 我們來呼吸你 自從去美國優學以後 變成白黑洗澡 自動自發的來 關心民眾 上廁所 那我們這邊 對對我們出去一下 因為我不想聞那個味道 量自在喔 不是我這樣 這個表情 現在已經是深夜了 我們為什麼還在 抖六的南聖宮這裡 因為走白沙屯媽祖進鄉 有一個一大特色不能錯過 就是 睡香客大樓 那今晚呢 我們要睡香客大樓 還有誰要睡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你應該很久沒有 跟這麼多人一起睡過了 你是潛眠的還是很好睡的 就是這樣啦 大學一二年級到很難睡 就是 還沒有人吵啊 什麼叫做 然後我來當醫生 給我反正都比較好睡 這個軟軟爆發 有誰需要 還有誰要 今天平台有兩三代 等一下洗完澡 要準備睡覺之後 我們來呼吸你 自從去美國優學以後 變成白天洗澡 揭秘特批的習慣是白天洗澡 今天晚上他不洗了 市長你會不會覺得沒有隱私 這個晚上沒差 你已經習慣那個泉舟乳了 要看市長睡覺 要看市長刷牙 那幾點 現在 Jenny四席 不要轉動作 但是我要手機 你要滑到幾點 因為我知道你都很晚睡啊 不是都12點1點才睡 要好幾點耶 早點睡好了 那你睡覺是不是需要全暗的環境 還是沒有光都可以睡 以前想說一定要全暗 我覺得很奇怪 年紀越大 耐性越強 現在要做一件很困難的工作 叫做 拆洗 哇 第一層 第二層 第三層 洋蔥 我洗水泡都在哪個地方 我洗水泡都是在這個地方 人家說酒病陳良藝 因為我走過大甲媽祖 繞境兩次 好啦好啦 差不多 睡覺了 這個 我陳佩琪特別有帶來 牛髒菇 我睡不著 我睡不著 睡不著 我真的很自在 你這樣子晚上就會有多少個訊息要看 有時候 有時候看一兩個鐘頭 對那麼多人下命令 就 晚上先不要下命令 我白天都沒有時間下命令 各位觀眾朋友 接下來兩個小時 就會呈現這個狀態 下命令 發手機 下命令 發手機 下命令 自重自發的來 關心民眾 行李送廁所 哇 那我們這邊 對對我們出去一下 因為我不想聞那個味道 這個最後一咖真的是那時候再拍一拍 我覺得 史上最real的 最真實的政治人物就是這樣 我記得那時候是訪問訪到一半 然後我想說主題怎麼往旁邊進去 我想說這是幹嘛 然後就開始鎖門 他說 你就開始上廁所了 我那時候尷尬在那邊想說 我們現在是要對著門 在拍你上廁所的聲音還是什麼 太自在了 但是還有一個 很多人要揭秘的問題 到底隔天早上你有洗澡嗎 有啦有啦 有喔 九天八夜都有洗嗎 有啦都有洗啦都有洗 真的 過了 幾天 可流 可流 這個 很明顯 那是 哪裡 我 有 有 有